各位網友 台海的問題就是 在西方講的人差不多多於台灣 台灣人有軍機擾台就講 有參議員就講 完全藥無其事 如果你說朝鮮危機 南韓的人就講得比外國少 這篇文章很有趣 就是講澳洲如何可以救到台灣 有趣嗎? 澳洲可以救到台灣 我一看到標題我都跳起 其實我會用這篇文章 詳細一點跟大家講講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發生的事 為什麼澳洲的鐵礦可以 救到台灣呢? 而如果中國正在考慮 侵入台灣的時候 他一定要考慮到 他經濟崩潰帶來的影響 1938年 1937年 開始 日本侵華 奧地利亞上演了一場不尋常的鬥爭 大家以為西方人唯利是圖 不是的 他們主持正義之心 普通人民是非常強烈的 反而這件事我在中國看不到 我在香港是看到的 在台灣也看到的 自由黨創始人 Sir Robert Manzis一生的污點 今天我們要學習了 那時候 時任李昂政府 總檢察長的孟直斯 他就和俄龍江市的Port Canberra 碼頭工會鬥爭 碼頭工人 拒絕為運往日本的英國聯船 裝載 必和 必托 兩間的生鐵 那時候在 李昂政府 那些人要運生鐵 上一艘英國船去日本 但是這些生鐵是會造成武器打中國的 那些工人不肯活 在日本殘酷地入侵中國 1937年 造成南京大屠殺 澳大利亞 李昂政府 不准出口鐵鋼石 但是 准出口生鐵 Pick Iron 可以不可以嗎? 這個我就要講回 直到 1941年 美國沒有對日本進行禁運 日本是靠鋼鐵和銅的入口 來做武器打中國 因為日本 沒有什麼鐵礦 在東北有些鐵礦 東北我們馬鞍山有鐵礦 但是 品位都是不夠的 不夠日本使用的 打仗要用這麼多 結果 去到1940年 美國才開始 對日本禁運 因為美國 因為日本 加入了 41年 加入了 俗心國組織 和德國意大利 結成同盟 而且 他不能夠原諒他的 就是入侵越南 安南 這個時候 日本發現 如果 美國對他這麼穩 他的汽油只能夠用半年 只有半年用的石油儲備 他的石油全部來自美國 其他最近的地方 就是來自印尼 那時候就是荷蘭的屬土 印尼也對日本進行禁運 所以日本被迫冒險 偷襲珍珠港 如果一早 美國 和澳洲 這些地方 印尼 荷蘭 這些地方 就已經對日本作行禁運 日本敢不敢侵華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我記得我看《矛盾》 《四代同堂》 他說 你知道日本那種緊張情況去到什麼嗎? 他說有一天 北京大風沙 明早 所有北京人一打開 看看 哈? 門口不是有個銅鑄的鐵把手嗎? 全北京都不見了 有什麼人會做一件這樣的事情呢? 你想想出動多大的人力物力 才可以在大風沙裡面 把所有銅把手銅環全部拿走呢? 然後日本軍隊 對不對? 拿去做炮彈 緊急到連小小銅都不能夠放過 沒有了澳洲的鐵礦砂 日本還能不能夠打仗呢? 等於今天 中國沒有了澳洲的鐵礦砂 中國能不能夠打仗呢? 萬籍斯辦公布法令 只有政府有權 那時候他做檢察官 決定對外貿易的商品 經過10個星期屈服之後 終於 將那些生鐵 工會終於投降了 因為罷工要給沒錢出糧 裝船 他們已經盡力的鬥爭 這件事後來 這個總理 被人稱為Pick Iron Box Pick Iron Box Dead at last 就是他死的時候 幫日本 幫日本 1941年 珍珠港道事件之後 人家代罪他嘲諷 他戰前准許運到日本的鐵礦石 結果 日本打澳洲 日本軍隊一直打到新機內亞 差點打進澳洲本土 你送了一些生鐵給他 他用炸彈和子彈的方法還給你 工會抗爭期間 澳洲的華人為了罷工工人 送一些新鮮飲食 而表示支持 這件事件大家看看 Chinese people 不要給Iron 你看看澳洲人是怎樣 你看看澳洲人是怎樣 在某種程度 瓦解當時百號政策 說中國人沒有道德 不僅如此 也看見戰爭是多麼浪費 多麼無聊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同樣的事情 逆轉了 日本是澳洲最堅定的盟友 現在澳洲 劍拔腦張的對象變成了中國 180度調轉了 Nancy Perrosy訪問 北京在台灣周圍加強軍事演習 這個中國駐澳大使 蕭克警告澳洲 而且說打了台灣 蕭克也是說 打了台灣 抓了台灣人去再教育 令澳洲人很害怕 雖然發出了各種的言論威脅 但是北京的底氣是有限的 因為他不敢真的對付澳洲 因為他要押西澳洲的鐵港 說來說去 沒有了鐵 怎麼打仗呢? 而中國的經濟 我昨天的影片也說了 中國一年出十億噸鋼 十億噸鐵 是世界的57% 沒有鐵 就沒有得起樓 沒有得起基建 中國整個基建狂魔就崩潰了 幾十年來 我們跨越了內在失衡的意識形態 和對外關係的縫溝 我們對外的關係 是不理會意識形態的分別 中國和我們意識形態的分別 雖然我們的國防和外交 他說澳洲 一直和民主的西方保持一致 但是貿易和生意越來越依靠中國 去到幾年前 中國是佔了四十幾% 澳洲的生意 所以中國覺得可以合澳洲 直到摩利森政府 提出 要追究新冠病毒的起源 中國一直給亞美澳洲 現在中國是想爭奪太平洋的主導地位 究竟西太平洋是誰說的 是美國還是中國 澳洲要作出選擇 如果西太平洋是由中國 華視的話 很快就會落到澳洲頭上 澳洲是一個很少人的國家 相對上 這麼大的地方 有二千多萬人 有很豐富的資源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如果北京決定用武力對付台灣 大家看看 坎培拉除了實施貿易限制之外 別無選擇 你一定要trade embargo中國 華盛頓、東京、倫敦、布魯塞爾 都會要求貿易制裁 如果繼續向一個威脅用武破壞國際穩定的超級大國 提供軍事原料 這是不可以想象的 這件事是不可以想象的 雖然很難受 其實過去以來 不能夠用這個武器 用這個貿易做武器去打人 中共一直過去五年 你用這件事 用來搏澳洲 一下下搏澳洲 中國系統地 將我們由煤炭到龍蝦 所有商品 都不准賣澳洲 借口是根本沒辦法說的 但他不可以說因為政治問題 如果因為政治問題就破壞了WTO WTO講明不可以用這些政治理由 於是弄一些東西出來 穀物受到污染 木材有害蟲 葡萄酒 傾銷 來懲罰我們 逼我們 就站在中國那邊 因為他覺得 澳洲是the weakest link 在西方中 他最倚靠中國的 所以中國給壓力 而且最近中國最好就給壓力 澳洲 只有一種商品沒有受到傷害 鐵礦石 大家看看澳洲的鐵礦 你就呆了 我看過一些documentary 哇 那些運輸機器大得兩層樓這麼高 北京離不開澳洲的鐵礦石 澳洲供應了世界六成鐵礦石 全世界六成鐵礦石來自澳洲 2021年 正收入1,500億澳元 八成是運到中國的 澳洲佔了全球鐵礦石的六成 這六成是八成運到中國的 就是48% 大家看看 藍色是什麼呢? 就是鐵礦石 這個就是其他產品 這個黃色是現在不准賣的東西 包括了煤等等 你看見 以前是這樣的 鐵礦石 其他產品 這些 大麥、煤等 這些東西 這個呢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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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裏 跌到零 其他產品 跌了一點點 比起來 不是跌很多 鐵礦石大幅度增加 結果 整體 澳洲破紀錄的盈餘 因為鐵礦石 鐵礦石 建立了 鐵礦石 很難低估鐵礦石 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 幾十年來 但是 中國也是 蘇聯是一個建築在軍工上面的經濟 中國是建築在一個鋼鐵和水泥上面的經濟 完全是靠近十幾年 由2008年到現在 全部是靠基建和房屋 幾十年來基建的大規模投資 房地產 推進中國經濟 屢次避免了衰退 大家看看 這個表 就是雙方的依賴 鐵礦石 八成 這個 去了中國 中國的入口 這麼大部分靠澳洲 澳洲的出口是六成 反過來看 這個就是 大麥 佔中國入口高比例的 就是鐵礦 大麥 羊毛也很厲害 木碎 這些東西 Cotton也有 好了 但是 這些東西 是跌了下去零 我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 葡萄酒 大麥 煤 結果大量的 依然就是 黃色 就是鐵礦 不 這個是整體數字 這個就是鐵礦 令到 貿易盈餘 繼續上升 這個 好了 海途客的烏魚子 是給大家 還有22日幾天 大家買來 去中秋做手信 這次特別買這個 裡面一片片切了 真空包裝的 很好吃的 很淡的 不是很鹹的 就是有XO 烏魚子醬 可以買兩盒 又可以買一瓶 這樣一盒 裡面沒有的 被我吃了 不好意思 或者是兩瓶 都是300多元 最貴就是430元 就是兩盒 就寄到你家 好了 鐵礦石 也是大陸 建立龐大的軍事武器的一部分 你想想 他做船 做這麼多船 做這麼多軍艦 做這麼多飛機 要用多少鐵 於是 中國面臨巨大經濟挑戰 與澳大利亞的關係破裂 對中國經濟是可以構成拿命的威脅 如果澳大利亞威脅他這件事 就等於台灣 一樣可以威脅他 我第二條片說 用半導體威脅大陸的 因為人口迅速老化 以及萎縮 不停上升的巨額債務 增長放緩 房地產崩潰 對高科技的打擊 中國經濟帶來了很新的傷害 而且還有防疫政策 中國的經濟 現在在搖搖欲懦 大家看看澳洲的礦 真是偉大 大到大 完全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它那些屬於open pit open pit怎樣呢? 你就在地上挖下去而已 然後弄一些車道 一直這樣駛進去 就用怪獸挖出來 用幾百噸重的卡車運出去 中國有出產鐵鋼石 大多數是品位低 品位低 就是含鐵 它可以有兩個原因 第一 含鐵量比較低 第二 它混了一些雜質在這裡 很難拿出來 這些我慢慢學會 做人最重要是要學 高污染 開採成本高 在中國人口密集的地方 要多少人搬走? 開採成本多高? 很接近城市多少污染? 西澳洲很少人 巴西是沒辦法填補的 中國經常打算在西非的基內亞 但是 那裡可能要搞幾年至幾十年 都不知道 基內亞是非常難搞的 其實 中國投資了很多錢 發展基內亞的港口 在那裡想出產一些鋁的礦石 回到中國 但是經常內亂 基內亞 非常混亂 這個令到中國很被動 容易受鐵幹石貿易的干擾 因為停半年 這個鐵幹石讓他看看 他就麻煩了 中國經濟 起碼 如果沒有了鐵幹石入口 中國可以用廢鐵 但是用廢鐵的爐是不同的 用電爐的 不是用高爐的 電爐是不夠的 中國的經濟起碼跌十幾個巴仙 跌十幾個巴仙 它慢慢就會恢復 它會盡量再弄多一些電爐 其實很多廢鋼是可以回收的 當然建築物裡面的很難 大家看看這些礦石 最嚴重的是挖完礦石 你要把它復原 這真是要命 否則環境很嚴重 你要種樹 蓋上它 北京一直拼命想找其他方案 它意識到靠澳大利亞礦石 依賴它的經濟是致命的弱點 喂 你的軍工 航空母艦怎麼辦呢? 最有希望 就是 基內亞非洲西海岸的巨大西網社鐵礦項目 有希望 有25億噸高品位礦石 大概是這樣的 兩噸礦石就造成一噸鐵 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噸 其實也是夠中國用兩年 這麼嚴重的 幾十年來 但是這個基內亞一直都是腐敗 內戰 政權不穩定 很困難 大家知道 現在世界上的鐵礦是在三間公司上面 其中最大是鐵堂 力堂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參與這個項目 過去五年 毫無進展 然後因為貪污 賄賂 受到國際調查 美國 那些歐洲國家 如果你有賄賂人 你就麻煩 就坐牢了 中國的高品位鐵礦 說到這裡就麻煩了 來自烏克蘭的頓巴斯 現在打仗打到飛起的地方 因為持續的戰爭 根本沒什麼可能再在頓巴斯出道 大家看到瑪利烏波爾的煉鐵廠 就因為頓巴斯是出鐵的地方 中國是等不及的 烏克蘭 而且這次嚴重 北京 你看這些船 運這些鐵礦石是十幾萬噸的 一個個艙 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的依賴 將澳洲擺在一個非常 將澳洲擺在一個非常強大 但是很困難的選擇 要在未來幾年 關閉澳大利亞鐵礦石供應 中國就沒得打台灣 你現在開始突然間關閉了它 中國打台灣 起碼要遲幾年 它找到替代品 其實主要替代品 一定要由廢鐵回收 這個要整套供應鏈 重組 但是澳洲都損失慘重 我們的國民收入會受到巨大衝擊 尤其是聯邦稅收入 一些最大最強的公司 哇 發了大達的 受到巨大的損失 力托這些公司 澳洲政府就收小很多稅了 普京發動入侵烏克蘭 資源價錢飆升 這些大公司發了達 一旦中國對台灣有任何侵略 這次倒轉 這些公司就麻煩了 因為他們沒有了一個最大的客戶 烏克蘭戰爭就發了達 如果對台戰爭 他們就跌倒了 相對而言 澳洲不關我的事 為什麼? 這些公司不是澳洲公司 這些公司是國際公司 澳大利亞抗業是外國股東主導的 那些賺到的錢流向海外的 不關我們事 我們是稅而已 最大的那個是誰? 你猜不到吧 中國履業佔了14.6% 如果剪掉了它 中國大件事 中國履業大件事 你知道嗎? 第二 BlackRock 兩部分是BlackRock的 有8% 資本研究管理公司 全球投資者 全部是那些 長線投資者持有的 中國 是佔了十幾% 美國佔了一些 英國佔了一些 英國佔很多 中國佔了15% 澳洲很少 澳洲只有幾隻 外國投資公司 主權財富基金 富有國際投資者 都買這個抗業的 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抗業公司 所以這些公司虧本的時候 不關澳洲的事 澳洲人只有幾隻而已 而且就業方面影響輕微 雖然你做這些人 當然是毀滅性 但是 不關事 為什麼呢? 很少人而已 資本密集 只是維修機械而已 全部自動化的 用幾百噸的貨車 用怪手 天天不停挖 然後用鐵路運輸的 這些全部自動化的 洗礦這些全部自動化 兩國之間的主要分別是 鐵礦石 是澳洲出口的收入 如果出口 減少了 澳洲的外匯收入就減少了 但是利潤就會跑掉 其實澳洲只是賺了稅而已 而在一個有利可途的收入 澳洲政府當然賺了錢 抽了一個礦物稅 但是對中國來說 它的內部增長就靠這些 中國經濟崩潰 它的內部的結構是靠這些 如果西方聯盟對北京實施 包括鐵礦石在內的貿易限制禁令 經濟蝕潰 經濟蝕潰 習近平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完了 雖然北京過去兩個星期 對台灣進行各種軍事演習 但是一旦關鍵的原材料實施貿易禁令 中國的經濟就會崩潰 他有沒有能力發動侵略 一定要他答應不會發動侵略 才放回他 習近平會倒台 大家看看 澳洲的頭十五個出口國家 第一是中國 澳洲是1587億澳元 第二是日本 日本也賣很多鐵礦 也賣很多煤 四百多億 第三是誰 第三是美國 二百多億 這裡加起來七百多億 第四呢 英國第五 百多億 第四 南韓 你要第五 第六 第六在哪裡 第六印度 你要 日本 美國 南韓 台灣 加起來 才頂得住中國的外貌數字 澳洲 破了新紀錄 每個月的營餘 但是 快要結束了 因為 鐵礦石 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大幅度下降 而且鐵礦石的價錢正在回落 這麽好的成績就沒有了 大家看看 澳洲 的出入口 中國第一 整體 那時候 一千八百多億 然後 去到2020年 二千四百多億 這個 澳洲第一 這個就是 為什麼當時 中國覺得它一定可以令澳洲屈服 但是如果澳洲打出這個殺手間又如何呢 你不能夠叫澳洲去作出這麽龐大的損失 但是如果戰爭再強一點的時候 態勢再強一點的時候 澳洲是很擔心它自己的安全 可能是別無選擇的 其實澳洲的損失不是這麽多 但是大陸就是 有兩三年是災難性的 是爬不上來的 好嗎? 這段講到這裏 又來又中秋了 去年大力推介的霜王白蓮蓉 今年特意選擇 大馬的鹹蛋王 健康的花生油做蓮蓉 嘩 軟滑口感 一次難忘 一合四個 228元 我先講了這個價錢給大家聽 第二 推出多年的我們的招牌 迷你金沙奶黃月 這個 一合八個 248元 這是我們的招牌 做了十幾年了 個個都說非常好吃 第三 迷你碎果仁芝麻 充滿芝麻香和碎果仁 哇 這個有芝麻香 不會太甜 不會膩 然後加上芝麻對身體血管和腸道的保健 吃多一點也不怕 一合八個 每合只是218元而已 這個便宜一點 迷你陳皮 紅豆蓉 用15年以上的陳皮 配合台灣屏東紅豆 造成的紅豆蓉 嗯? 好吃的 陳皮和紅豆一夾就對了 一合八個 218元 哦 還有什麼優惠呢? 這個價錢 還有 只要隨便買三合 送一個大廚的手打麵 一合 600克 送台灣麻蛋文蛋油 好 3公斤的過節 吃這些便很好吃 是不是? 這個 3KG的 7磅的 8月30日之後 去我們人民超市拿貨 賣滿500元 還可以送貨 優惠 早料優惠 特價 加上送貨 7月15日到8月12日 不要錯過了 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人緣團圓